劉主委 劉國元好 劉主委 你好 主委 現在四月同花五月協 同花的一個每年固定的一個活動 馬上就要展開 那現在我們籌備得怎麼樣 你說明一下 好的 我們會裡面是每一年同花季都會做一個點火的作用 也就是說引導我們整個客家中央進行同花季的一個活動 所以今年我們四月十一號會在南投 應該是度假村吧 牛耳度假村 牛耳度假村來辦理第一場的主場活動 那四月十八號會跟新竹縣政府一起來合辦第二場的主場活動 那這個客家同花季的由來 你知不知道知道那種典故 我想同花季早在八十幾年的時候 八十四年的時候在台北縣土城市率先舉辦 那時候我們客委會根本還沒有同花季任何的規劃案 那後來客委會來舉辦每年的同花季以後 慢慢到這幾年土城區的同花季才納入客委會的活動體系裡面 所以說整個同花季的一個啟動還是由台北縣率先來登場 尤其在八十幾年的時候 八十五年的時候還擴大舉辦了台北縣的藝文記 當時的一個同花季的規模就有波及這種雛形展現 而且以整個台北縣的山區來說 它這個同花的分布還算是相當的密集 而且原則比較高的一個動向 可以說沿途靠近山區的話 都是在四月份五月份的話 都是同花滿山遍野的一個盛開 那我們有沒有預取說這一種的一個訊息 發布訊息 在北部的時候差不多幾月幾日到幾月份 是賞同的最佳時期 在中部地區是幾月幾日到幾月幾日 在南部地區幾月幾日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花期興期的一個發布 有沒有 從去年開始我們就跟氣象局做一些合作 對於這個花期的一個階段 都會配合這個氣象局跟新聞的一個報導 我想網站上我們也會去做一些的公布 因為現在同花期的舉辦 包括結合一些在地一個產業的一個密切的一個活作 讓在地的觀光產業也跟著提升 所以很多人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時候會續加待見 上這個山坡地來賞同花 所以當然本期為什麼特別提出來 來讓你們加強最外面發起一個信息的一個發布 好做規劃好做準備 希望你們在這方面也加強一下 是的 那第二部分我要特別建議的是說 因為同花的一個原植栽地 大部分都是在山坡地 初日交通是相當的不方便 那往往有舉辦 當然都是我們客委會來主導 但是有很多在地的一個觀光產業也配合更近 那這十多年來也開始相當這個緊鑼密鼓的 在植栽這些同花市 有時候甚至於直接三五年的這個城市 直接移植來栽種 那我不知道我們客委會在這方面怎麼樣來輔導 配合我們的林務局也好 我們農委會也好 有這方面的行道式的一個植栽 或者是庭園式的一個植栽 有沒有做這方面的一個推動推廣 我們目前並沒有去相關部會去做這些事情 不過申請的單位我們會注意到它整個環境的一些的安全 跟交通的接駁 還有相關的一些的地點等等 我想另外會對某一些的特色的 我們客家的商品會有周邊的一些的展示 我知道你這樣是很籠統的答覆 第一個我要請教你 說你有沒有對這方面 直接在學校的行道式 或是公園的一個植栽 而且是由遺族過來栽種 馬上就能夠開發的這個同事的一個普遍推廣 有沒有這樣方面的一個業務的一個推廣 目前我們是不鼓勵這個植栽油桃樹 桃花樹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外來一種 那麼也不適合行道樹 所以呢我們目前的立場是沒有去鼓勵他們 不過這個是也很奇怪 你客委會是每年發大筆的公務預算 在推動客家的特色 那其實這個是全國這個山坡地 台灣山坡地到處都看得到的一個 等於差不多變成嚴肅種的一個同花樹 那你舉辦這個活動 相關的一個業務 你沒有跟進 有選擇美中不足 所以本期特別提供給你做一個參考 你去參考一下 在我當市長的時候 土城國小的外圍周遭 當行道樹你看一開發的話 就好像一個發布信息一樣 提早十天開發 比山坡地提早十天 同樣的一個地理位置 山下跟山上 花期就各有不同 為什麼說你在推廣這些同花季的活動 你推廣同花季的活動意義是什麼 主委你知道不知道 我們希望說也有些的 對客家文化的傳承之外 也有帶動整個產業經濟的發展 對啊 那你不去相關的同花樹 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你怎麼推廣同花季 所以你在這方面要做好萬全準備 一方面也更新 另一方面也讓在這個節氣的時候 馬上就能夠從四區到三坡地到三區 都有同花的一個帳範 這樣來符合你推廣這麼一個大規模的一個活動的意義 何況你這個是標榜客家人的一個象徵 也要借重客家人的象徵 一個傳統的象徵 以及同花節的一個舉辦 來帶動周遭的一個廠業的觀光廠業的提升 那你如果沒有同花的一個秘籍以及成林成樹成林 那你怎麼有這種意義的存在 活動也不夠弱 所以本期提供給你做參考 我希望你也好好規劃 也做一個可行性的評估 你看看現在有很多的單位在植栽 包括一些廠業 觀光廠業休閒油氣祭典 他們都有在停車場的旁邊周遭 後市在油氣區的一個場所的周遭 都有這方面的一個植栽 你可以去參考 人家都是傻瓜 人家沒有眼光 所以主委 你要不能這樣保守 也不能這樣顧不自風 希望你能夠跨出一大步提升 同花節的落落 也讓同花式也能夠成林成蔭 密集 才能夠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賞同 在這邊做一個建議 好 謝謝 謝謝 請吳憶正委員